剛剛我們感謝的各大專業院校 還有分布在各個地方的公民記者 其實九年來 我們Peple公民新聞網 也的確在台灣各個角落 都建立起了公民記者的這樣的一個 非常具有意義 而且具有積極性的一種方式 跟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是在我們國內的新聞機構 專業性的報導以外 能夠更深入到台灣各個角落 從事專業記者 他們的觸角沒辦法觸及到的地方 或者是沒有辦法再多做一些 更詳細的報導的這樣的一個議題 能夠提供出來 所以 通過我們Peple公民新聞網的內容 我們可以讓 全國的網友 或者是我們的新聞專業工作者 能夠得到更多 詳細的資訊 那我們也很感謝 昨月新聞獎九年來的支持 這個Peple公民新聞獎 應該是台灣唯一一個 來獎勵公民記者的這樣的一個獎項 那也算是 昨月新聞獎的 在頒獎給專業記者以外的 另外一個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個獎項 所以我們公共電視的Peple公民新聞 也很榮幸能夠跟昨月新聞 有這樣的一個合作的項目 也讓我們的公民記者 他的在平常的努力的過程當中 能夠有一個鼓勵 得到鼓勵的機會 當然 我們九年來 我們Peple公民新聞網 有八千多位的公民記者 這個數字也真的是 非常的驚人 剛剛看到上台 我們感謝的年齡層 我們不敢說是老中青 其實對長者 我們不敢援老 但是各年齡層的 這個公民記者 其實都涵蓋 那如何運用 我們現有的Peple公民記者 這個九年來的努力的作品 累積超過十萬件的作品 如何去把它做更為發揚光大 讓更多的網友 能夠關注到這麼多不同議題 這麼多關心 台灣各個角落的新聞的內容 所以前一陣子 我們也舉辦了 跟各大專院院校也舉辦了 公民新聞 Peple內容裡面的 深度報導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也得到了 也謝謝各個大學的支持 所以陸陸續續 各大學所從事的 深度報導的作品 也都匯集在 Peple新聞網裡面 也歡迎大家上網去收看 所以我在想未來 如何能夠把這個十萬多件的作品 能夠做更多的有效 而且更能夠推廣出去的整理 讓大家的心血 能夠得到更大的一個作用 更大的一個發揮 這也是我們未來 Peple新聞網 公民新聞網 一個共同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剛剛公民記者 我們感謝的公民記者朋友 他們也提到 有很多關切到的議題 那我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我們公共電視明年的旗艦議題 有四大的旗艦議題 一個是老人社會 一個是貧富 一個是教育的議題 另外一個就是有關台灣競爭力的議題 這裡也跟大家提出報告 如果大家在各個的領域當中 如果看到這樣的相關的議題 可以更深度的去發揮 我想今天馬上要頒獎 大家心裡就像剛剛提到的很忐忑 那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得獎 其實入圍就已經是得獎了 那這個很感謝大家的光臨 謝謝 謝謝大家